那我覺得男人嘛 車是基本的嘛 不然怎麼拔妹妹對不對 也算是當作揍我自己30歲的一個題目這樣子 這是我旁邊的這台 保時捷的718K門 那講一下我當初改的什麼東西好了 因為我這台車其實是有小改的 外觀來講的話 你大概就是換了一個大概20分的一個圈 因為原廠的話是18吋 對原廠是18吋 對原廠是18吋 還有本來是一個類似像便當盒一樣的一個圍管 因為這個是CAMONS或者CAMONGTS才會有雙管 像這種KILIX 免吃藥食的系統 免吃藥食的系統 對免吃藥食的系統 那其實KILIX可能很多廠家都有啦 就是很單純就是這邊按了它會上鎖 那手伸進去的話它會接鎖 這是比較一般的車種 但我們的KILIX連前後門 前後門比較特殊的 前後的這個開關的部分 行李箱 對 行李箱也是免吃藥食的 對 前面的行李箱的話是 手放在這邊 下面 這邊就是 我自己都忘記 就可以打開了 對就可以打開 然後後行李箱也是KILIX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後面的前提箱 對就要這邊觸碰一下就可以打開 這個其實比前面再小一點 深度比較沒有部分 對沒有那麼深 但寬度比較快 選配了這個跑車計時套件 那跑車計時套件 從肉眼比較容易看得到的就是 這邊會多一個時鐘 那這邊會有一個模式切換 會有一個模式切換 它是可以去做這個 四個模式嗎 對 Sport跟Sport Plus的一些切換 那0到100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0.2秒 其實有些車要增進這0.2秒 要花非常多的錢 跑車計時套件 在這台車上的選配的價格 14萬1.7萬 這顆東西 要14萬 很多客戶可能會跟我講說 一顆時鐘可能要十幾萬 但是事實上跑車計時套件 還有一個你肉眼看不到的 就是在它的引擎室裡面 它有一個可便式的時式引擎腳 所以你肉眼看不到 可能14萬多可能真的不是買一個時鐘 最主要還是有一個 買一個你的可便式的引擎腳 CK 保持接對不對 CCK 對 它的換長速率還會變快 換長速率會變快 PSM 就是這個懸吊系統 軟硬式的懸吊系統 可以去做一個切換 然後可以做一個切換 那這個是圍翼門 對對對 這個圍翼的話 到達它的一個固定時速的時候 它會自動升級 那當然也是可以手動開一個 對對對 登記自動的 對歐洲 這個很多車廠都有的嗎 其實這個幾乎現在所有的車廠都會有 現在新車都有就對了 保持接內裝豪華配備 可能沒有辦法跟其他廠家比 因為我們在這個品牌 它在賣的 海式車台 底彈 引擎 變速箱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駕一下吧 一般市區的話 我覺得COMVO模式就好了 對 SPO模式會比較持有嗎 會 一定會 那我現在把它切換到SPO模式 好 切換到SPO模式 我小踩一下 其實因為引擎就在後方啦 所以其實在裡面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Feedback的這個 引擎聲浪其實 對我覺得缺點 你覺得缺點 比較長 應該說男生我覺得還好 但是 女生 女生啊 女生會覺得 他們想聽音樂啊 或者是什麼 可是因為它中置引擎 所以就會比較大聲 聲浪會比較大聲 就像這樣子 講到這個SPO模式棒 最主要的它就是在這個 方向盤的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當然有 跟你挑釁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個按鍵 把它按下去 讓這邊瞬間就給你20秒 倒數20秒 對對對 那瞬間20秒的時候 它會續壓 它的續壓 它讓你的渦輪 因為渦輪我們增壓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呃 呃 它會把這個 渦輪的這個 增壓值比較保持住 齁 所以你的油門 會比較快速 它的渦輪反應會比較快 齊寶傑的 跑車算是很好上手啦 而且你每天開 呃 所有的懸吊的回饋 也不會過硬 對 剛帶部工具也滿 是OK的 對 對 不會很難上手 對 哇 哇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